大家好我是可静 欢迎收看疯狂在穷游 我们现在在华南理工大学的教学楼 给大家看一下教学楼课室内部的环境 然后刚才看了那个课室呢 感觉还是挺宽敞的 然后一些座椅啊什么的 我感觉是挺新的 待会就去课室那里 看一下老师讲的是什么课 打算旁听一下 我刚才呢就是从 我刚才旁听的那间课室出来了 首先我感觉到那个课室很凉快 然后发现华南理工大学的学生呢 都是非常爱学习 后面的座位基本上很空 前面呢都是扎堆的学生在前面 我觉得这种课室呢 上课的方式非常好 它非常的开放 就体现大学的开放性嘛 不管你是别的学校的人 或者是已经工作人 只要你有一个真诚的心 有一个好学的心 你都可以来到大学 去学校的那些官网 去查这门课程的上课时间 你就可以找到那间课室 你就可以进去旁听 其实那个老师讲课是非常生动的 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看到那个画面 就是老师那些动作 还有他说话的语气啊 同学们基本上都是望着老师那边的 他们学习的那种氛围 非常的浓烈 如果大家想要学什么的话 都可以来到大学城 听自己想听的课 有学习氛围嘛 才能够学得进去 然后大家都可以来到这里感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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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还不听 那边 我 我 你知道